整個最近就是大家都在關心那個劉正老師 因為他也蠻常上整個的程度 對 所以其實很興奮 想說聽到消息的時候會很驚訝 非常驚訝的程度不亞於Copy Brain 而且像想說這個 我沒有機會去探究那個少女是不是 那個扮摩托錘這個 因為他是先天性的 那很多人其實這個狀況 聽說比例很高耶 我有在健康檢查的時候 因為我也有啊 伴摩托錘就閉鎖不全啦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一個必須的手術 我一直在想 他只是為了想要多生 幫辛龍多生一個兒子 所以要做是這樣的說法嗎 嗯 有心我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這可能是個說法 因為有這個 做這個手術的必須性是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我出發點是良善的 因為希望生理越來越好 可是動了這個手術之後 人癱瘓了 或者是 還是現在還要換心 這個手術是對還是不對 在這樣你知道 手術 你覺得手術是不是 非到必要不要做手術 不要動手術 人是不是這樣子 你覺得 我覺得 每個人做任何決定的 都是在那一刻做決定的時候 可能最大的一個考慮 那我覺得說既然做了決定呢 我現在是這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說 讓這個家屬越單純的 去面對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因為這個事情 讓我們對心臟有些事情 開始有些了解 就是一些認識 我覺得這個是會受惠於很多 因為 因為連我都有這種問題 就是 因為我就是 我們都是長期心率不正 然後呢 所以說心臟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 感覺好像不會要人命 就是忽略它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 真的等於是好像就是 菩薩一樣 跟天使一樣 就是 喚醒大家有一些注意 然後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沒有回應目前 我傳給興隆啊 然後沒有回應 你不是的話 沒讀 沒有 沒有 還沒有 大概忙得 忙得不可開交吧 因為聽說要換到 如果 如果之前所看到的報導是真的 要換星 我看到我就灰星了 尤其是他家人 就應該要專心做一件事情 才不會 什麼 在這麼苦惱 那邊鬼打牆 就是你就想說 啊 這個決定是劉真決定的嘛 然後就是 就是專心的支持他這個決定 就是去想這個決定是好的 我覺得每個人就是 遇到人生最大的考驗的時候 就是回到一個單純的一個 一個祝福的心境 是最 對 對任何人都是最好的 親愛的好朋友 珍惜 見一次就少一次 是 我知道 欸不是啊 我們節目叫一字千金 搞得跟一面之間一樣 其實這個跟一字千金 還是有關係的啦 因為你知道嗎 人相聚的時間不多了 可能就會 就短到只剩下一個字的時候 要好好珍惜 那時候就會是 一字千金 老師好厲害耶 人到咽下淚口氣 說了一個字 很好啊 讓你有機會講